这只小猫得了怪病 只要咳嗽 脸上就会出现力痕 而且一碰就会碎 医生赶紧将它隔离 并送进重症监护室 因为是怪病 所以根本没法医治 爸爸难过极了 儿子想要安慰他 可幼小的他根本不知道 害怕再次失去的爸爸有多恐惧 因为在不久前 孩子们的妈妈也是被传染 永远离开了他们 猫爸爸伤心至极 小猫弟弟批命的安慰爸爸 可幼小的他根本不懂 自从猫妈妈离开后 猫爸爸一直用心的照顾姐弟俩 从来没有一天休息 晚上还要陪姐弟俩讲故事 来尽力弥补他们缺失的母爱 姐姐也是特别的听话 在猫爸爸不在时 会替爸爸照顾弟弟 陪弟弟捉冰藏 甚至陪弟弟一起去哄爸爸开心 本因为这样下去 生活会在幸福和思念中度过 可万万没想到 他们终究没有逃过生活的苦难 姐姐也生病了 还和妈妈一样无药可救 猫爸爸望着病床上的女儿 心疼的只想用自己去替代她 直到这天 女儿奄奄一息 因为无药可救 所以根本找不到医生 听到女儿的呼唤 猫爸爸彻底破防 因为猫妈妈 她都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这次猫爸爸不想错过女儿 她狠狠地甩开了儿子 冲进了重症室 并把女儿抱在了怀里 直到女儿生命的最后一刻 代价就是爸爸也被感染 从此猫爸爸再也没有回来过 好好的一家 就剩下了猫弟弟一个人 爸爸为了姐姐抛弃了自己 这让猫弟弟特别的难过 于是她开始不再喜欢笑容 那你们觉得猫爸爸做的对吗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硬核的老奶奶 敲保险库 就用皮筛子 一串一个准 而收钱更硬核 就用鸡毛胆子 这么轻轻用力一划了 完事 但你绝对想不到奶奶们是怎么逃跑的 就在刚刚 两个老奶奶想要请银行 为了制服银行的保安 白方奶奶居然拿出了打奶器 结果 用力勿猛 棒棒棒 居然制造了一场意外 太惨了 随后奶奶们就直接冲进了银行的保险库 他们用铁锤撬 用劈揣的锡 不到一秒 银行里所有的现金和金块 都被他们洗劫一空 本以为他们会立刻逃跑 结果他们却报了警 等到佛波勒赶到时 立马举起了枪 结果却被吓傻了 因为奶奶们特别善于伪装 佛波勒一看是一对夫妻 根本不是举报者所说的两个奶奶 于是佛波勒放松了戒备 赶紧继续追 而奶奶们觉得根本不过瘾 还挑衅起了佛波勒 他们不停地向外撒钱 有一张却啪唧 呼到了佛波勒的眼睛上 这下惨了 佛波勒直接就因为看不见 被撞飞了出去 完了 这下闯大祸了 奶奶们转捡开溜 结果佛波勒怒了 几天后 奶奶们还是被抓进了监狱 每天由佛波勒死死地盯着 可他们却一点不难过 整天不是露铁 就是健身 白吃白喝了七天后 奶奶们居然把监狱 撞出了一个大洞 逃跑了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死神 只有一个相知 别人就必死 可这天他却遇到了克星 这老头不仅有一百岁 还差点要了死神的命 就在刚刚 地上突然钻出来个死神 他拿出迷你镰刀一看 目标正是前面这个浑身披律的老头 这简直不要太容易了 于是大手一挥 就想制造意外 带走他 结果老头一低头 哎 就过去了 这可把死神震惊了 下一秒 卡 自己的脑袋掉了 妈呀 这怕不是遇到了对手 于是他开始更加卖力的收割 结果老头就是不上刀 一个一个的躲过 毫无压力 而且像个没事人一样 一点不带恐惧的 这可把死神气坏了 要知道 这可是自己的最后一单了 做完就可以退休了 但大爷就是不买账 原来老大爷做了一辈子好事 看到路上的垃圾要剪 看到丢的东西 还要还给丢失的人 就这样靠着自己的善良 和没心没肺的生活态度 躲过一个一个的危险 但死神可是真的怒了 他决定再转角制造意外 眼看就成功了 一只树上掉下的小鸟 又一次救了老头 死神打算再来一次 结果老头跑去捡小鸟 又意外躲过了危险 气急败坏的死神疯了 于是 结果却被老头当成了梯子 善良的老头要把小鸟 送上大树找妈妈 刚准备下来 死神看准时机 一个死亡步就丢了过去 老头一下就踩了上去 滑到了大街上 完了 这不完蛋了吗 结果老头又一次躲过一劫 被弹到了垃圾桶里 可老头就是不生气 还顺便把垃圾 又扔回了垃圾桶里 一旁的人都以为这是个傻子 结果喀巴就被死神带走了 原来真的是好人一生平安 也千万不要在背后 说别人的坏话 千万不要过度减肥 否则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可唐国女孩偏偏不信 为了减肥 她每天必须练习 12小时的骑自行车 和12小时的单杠 结果却长出了西兰花 这可把妈妈吓坏了 她想帮女儿摘下来 可女儿就是不让碰 于是妈妈赶紧找来了驱魔大师 但奇怪的是 平时女孩做戏很规律 就是爱喝水 而且化妆柜子里 并没有女孩爱美的化妆品 反而都是一些药物 驱魔师觉得女孩就是受到了诅咒 于是她将驱魔药粉 围着女孩的床撒上一圈 又在她的房间里 布置了各种驱魔标记 却一点作用也没有 女孩更是疯狂的在锻炼 头上的西兰花也是越来越多 越变越大 家里能做单杠的地方 都被女孩锻炼坏了 女孩还把自己家里 所有漂亮的图画 都变成了一群土豆子 直到最后 她的头全部变成了西兰花 甚至连自己的皮都不想要了 一边开始不停的撕扯 一边疯狂的做运动 妈妈都快急疯了 驱魔师立马决定驱魔 但这可激怒了女孩 她一下变成了怪物 还要吞掉眼前的所有人 驱魔师赶紧拿出神秘药水 撒到了女孩身上 显然这让恶魔很不舒服 她伪装成女孩的声音 叫妈妈阻止这一切 结果妈妈却把药水 也撒到了女孩身上 下一秒 终于恶魔被吐了出来 女孩终于恢复了健康 所以千万不要对健康 过分的着魔 小男孩只是打碎了一杯奶茶 结果就发生了怪事 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脱皮 下一秒 原本破碎的身体 又会在铁网的背后复原 原来这是个身体残疾的男孩 他每天做梦都想和铁网里面的小朋友玩 可自身的缺陷 却又让他特别的自卑 直到这天 小男孩偷偷溜了进去 还被一个小女孩发现 小女孩想要邀请她一起玩 结果小男孩却重重的摔倒在地 小男孩拼命的想要奔跑 结果大腿就是一动不动 刚刚鼓起的勇气 却被无情的嘲笑 男孩又一次被打回原形 尽管他拼命的想要抓住草地 但还是事与愿违 看着想和自己玩耍的小伙伴 他不想错过童年 于是他努力的扭动这可恶的命运 奋力的钻过了铁丝网 又拼命的站起身体 可面对别人的异样眼神 小男孩的自信 被抽离 可男孩就是不放弃 面对这种坚强的意志 小朋友们也被震撼 就在男孩马上就要被全部抽离时 一只友爱的手抓住了他 随后又一只手抓住了他 为了帮助小男孩 小朋友们一个又一个的接力 他们努力的拉扯这个坚强的小男孩 可结果 所有人都被抽离了出来 不以为大家会责备他 可大家却反而很开心 就连阻碍他们的王也一起消失了 就这样没有了界限 男孩终于找到了朋友 所以你只要努力 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个58号大脚刚走进房间 去找自己的同伴 结果却被另一个同伴锁喉 下一秒 很快他就被撕成了碎片 而这些碎片又恰好是其他同类的食物 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还合作得十分默契 直到出现第三个母头人 事情发生了巨变 甚至为了争夺食物 开始大大出手 原来这些人都是由完美的电子元件组成 可每个身体上却都有个大洞 只有吃饱的时候 大洞才会闭合 可一旦木头被吃完 他就必须念出房间里唯一的咒语 召唤更多的木头 但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于是他想找个帮手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 一号木头主动送上美味的食物 可新来的二号木头人 却只对他的手感兴趣 因为那才是新鲜多知的 为了避免冲突 一号木头人告诉他 自己的猎杀想法 于是二号木头人立马心领神会 就这样他们开始猎杀同类 渐渐的二号木头人嫌弃 自己出的力太多 想再召唤个队友 可他绝对想不到 这会是多大的危险 因为一个和尚可以挑水河 两个和尚可以抬水河 但三个和尚就有可能被渴死 果然在召唤了第三个队友后 他们轻松的猎杀了同类 却因为三号只是动动嘴 就分给了他一小块肌肉 这也太小了吧 于是三号怒了 立马用咒语召唤了自己的队友 一号一看不对 于是也开始召唤自己的队友 奇怪的是 这些木头人从出生就可以自由站队 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 他们开始大大出手 虽然三号很聪明 但终究抵不过一号的巨大力量 只能在垂死挣扎时 扯下一号的舌头 最终一号获得了无数的食物 但也总有吃光的时候 当他再次饿肚子 想念出咒语时 却因为没有舌头 发不出一点声音 饥饿的他甚至想要吃掉自己 木头人彻底疯了 却找不到任何出口 直到最后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 下一轮木头人又开始了 那你们知道 这局究竟该怎么破吗 这是一直半年都没有吃饭的秃鹫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具尸体 结果就这么喀巴一扬 那人居然活了 我的妈呀 这咋还诈尸了 男孩刚想下床 却发现自己被困在 几十米的万丈深渊里 他拼命的喊人救命 但这里怎么可能有人 为了求生 他必须殊死一搏 于是他死死的 扣住悬崖的缝隙 缓缓的伸出了一只脚 结果却因为那三百来劲的鞋 差点掉下去 男孩只能更势劲的 重新扣住牙壁 并再次试探 找到缝隙的落脚 却根本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下面可是几十米的万丈深渊 仅凭自己的臂力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此时恐惧和绝望 让男孩发出了怒吼 到底他能否自救 又从哪来的呢 原来就在一分钟前 男孩在和全组的人准备狩猎 他们把动物的粪便 涂抹到脸上 来掩盖气味 然后利用手中尖锐的毛 吓退野牛 目的就是把他们逼到悬崖边 方便他们获取更多的食物 但由意志却反其道而行止 他掉头冲向人群 为了报复人类 他顶起首领的儿子 就要冲下去 老父亲为了阻止他 拼命地射出了致命一箭 结果却更加激怒了他 男孩被直接顶下了悬崖 所有人都以为男孩死了 就连父亲也放弃了他 万万没想到 死了七天的男孩 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可他刚想自救 却发现自己被挂在了悬崖上 根本不敢挪动半步 这要是再来场小雨 男孩肯定是完蛋了 结果不一会儿的功夫 天上就下起了瓢磕大雨 雨水冲刷的牙壁更加的滋滑 烧要不深 男孩就会掉下去 可他就算死也要撑下去 因为他发现牙底冲来了巨浪 只要足够深 自己跳下去 就要活下去的希望 于是男孩用加倍的力气 死死地扣住命运 终于七七四十九个小时后 他跳了下去 直到他被突然惊醒 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想着自己以后恢复机会 于是他赶紧爬到水池边 喝水冲击 却发现自己的一只脚断了 你绝对想不到 人事人是怎么接骨的 他先是找来石头 夹住自己的腿 然后这么咔发一鸣 再找来木棍 绑在自己的腿上 就完成了 本来想自己找点食物冲击 结果自己却变成了猎物 因为不远处 竟然恶狼围了上来 为了逃命 男孩赶紧爬上一棵大树 却还是被一只狼死死的载住 男孩立马拿出匕首 重伤了那头狼 这才报出小命 他也在树上 整整呆了七天七夜 狼群才肯放过他 而那只受了重伤的狼 也被狼族抛弃 本来想杀死他来冲击 结果善良的男孩却救了他 没想到这一救 却开启了一段 狼和人的奇妙旅程 你知道狼会怎么报恩吗 就在刚刚 男孩拿出了一根 十雷米的抹布 将一个受伤的狼死死捆住 只为了防止他咬伤自己 随后就把他带到了一个无人的山洞 刚找点东西来冲击 结果一回头 那狼就打开了嘴上的绷弹 完了 但男孩却一点没害怕 还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他 为了能让狼快点痊愈 男孩白天给他抓蚯蚓吃 晚上就去抓大青虫 还把大青虫放到狼的伤口上 让他们去啃食腐肉来疗伤 剩下的虫子则用来冲击 保证他们能活下去 直到男孩猎回了一只野兔 男孩一拳制服 为了宣示主权 男孩狠狠地撕下一块肉 塞进嘴里 并警告他不许靠近自己 眼看狼都快被饿死了 出于可怜 男孩丢给了他一块肉 吃饱了的男孩准备去出发 找他的族群了 因为他必须趁冬天还没到 找到回家的路 否则不被饿死 也会被冻死 可万万没想到 狼也紧随其后 非以为狼是想找机会吃掉自己 没想到 他却是想报恩 有了狼的帮助 男孩再也不愁没吃的了 而且顿顿都能吃上红烧肉 从此男孩带着狼一起逃亡 一起睡觉 甚至一起洗澡 男孩也为狼 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阿强 可这天却来了不速之刻 狼群的首领找到了阿强 男孩知道他该回家了 就像自己思念自己的家人一样 没有了阿强的陪伴 男孩开始没有了食物 在北极零下80度的天气 他刚走到冰河 就光当掉了进去 冰下湍急的水流 让男孩根本没办法冲破湖面 他赶紧拿出刀自救 看到冰面太厚了 就在男孩马上就要嘎嘎的时候 阿强突然出现了 为了救男孩 他猛的一击 直接震碎了冰面 或救的男孩赶紧脱掉衣服 用烤火来去暖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却被一群猎狗追杀 男孩带着阿强赶紧钻进了洞里 被一围等猎狗走后就安全了 万万没想到 却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狼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原来是一头凶狠的狮子 就在他要吃掉男孩时 却被阿强一把拦住 但狼怎么是狮子的对手 眼看马上就被咬死了 进去一发之际 男孩一把射穿了他 但阿强却受了重伤 为了能活下去 他们必须要前进 长期的营养不良 让男孩一口老血就吐到了地上 好在他们发现了个帐篷 男孩赶紧跑过去求救 结果那主人早就被冻死了 而且帐篷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男孩只能带走了他的狩猎工具 他知道再找不到租群 东江的野人就是他的结局 男孩根本不敢停留 赶紧向北极的方向前进 但没走多远 受伤的狼就走不动了 可男孩却没有放弃他 因为他们不仅是朋友 也是战友 男孩抱起狼继续前进 即便是前方希望渺茫 但男孩从不放弃 凭借着非人的意志 男孩找回了族群 他成功了 男孩失忆自己的母亲 舅舅那头狼 万万没想到 狼居然生散了五只小狼 原来狼回的族群后 就有了宝宝 曾经族群里的弱鸡 甚至被所有人抛弃过生命 但男孩从不抱怨 硬是凭着自己善良的内心 和坚强的意志 拯救了自己 也正因为 他让人类和狼成为了朋友 不仅为族群带来了 更多获得食物的机会 也让族群又希望 繁衍壮大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王者